以西节书第十四章 有几个以色列的长老来见我 在我面前坐下 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 人子啊 这些人已经把他们的偶像接到心里去 把那献他们在罪孽中的绊脚石放在自己面前 我怎能让他们向我求问呢 因此 你要告诉他们 对他们说 主耶和华这样说 以色列家的人中 凡把他的偶像接到心里去 把那献自己在罪孽中的绊脚石放在自己面前 却又来见先知的 我耶和华 必按他拜众多偶像的罪报应他 好夺回以色列家的心 他们众人因自己的偶像与我疏远 因此 你要对以色列家说 主耶和华这样说 回转吧 转离你们的偶像 转脸离弃你们一切可赠之物吧 因为以色列家的人中 或是在以色列寄居的外族人中 凡与我疏远 把他们的偶像接到心里去 把那献自己在罪孽中的绊脚石放在自己面前 却又来见先知 要为自己求问我的 我耶和华 必亲自报应他 我必向那人辩脸 使他成为别人的见解和讥笑的对象 我要把他从我子民中剪除 你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如果有先知被欺骗说一句话 是我耶和华 任那先知受欺骗的 我必伸手攻击他 把他从我子民以色列中除灭 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 求问的人的罪孽怎样 先知的罪孽也必怎样 这样以色列家必不再走迷路离开我 也不再因他们的一切过犯玷污自己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我要做他们的神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人子啊 如果一国行了不忠的事得罪我 我就必伸手攻击那国 断绝那地的粮食 使饥荒临到那地 使人和牲畜都从那地剪除 即使有挪亚 但以利和约伯这三个人 他们也只能因自己的义 救自己的性命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如果我使猛兽经过那地 蹂躏那地 使他荒凉 以致因为这些兽的缘故 没有人敢经过 即使有这三个人在其中 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 他们只能救自己 连儿女也不能救 那地却仍然荒凉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如果我使刀剑临到那地 说 愿刀剑经过那地 好让我把人和牲畜 从那地剪除 即使有这三个人在其中 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 他们只能救自己 连儿女也不能救 如果我使瘟疫 流行那地 借着流血的事 把我的烈怒 倾倒在那地上 使人和牲畜 都从那地剪除 即使当中有挪亚 但以利和约伯 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 他们只能因自己的义 救自己的性命 连儿女也不能救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主耶和华这样说 我打发刀剑 饥荒 猛兽和瘟疫 这四样可怕的刑罚 临到耶路撒冷 要把人和牲畜 从那里剪除的时候 那情况 岂不更严重吗 其中将有剩下逃脱的人 连同儿女被带出来 他们来到你们那里 你们看见他们的所行所为 就会因我降给耶路撒冷的 一切灾祸得了安慰 你们看见了他们的所行所为 就必得安慰 因为你们知道 我在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 并不是无缘无故的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